事實上呢 現在韓國瑜他的熱力熱情 跟引起藍營跟中間選民對他的想像 有沒有外溢效果 會不會影響會幫忙到國民黨 其他地方的候選人呢 剛剛看到那個電視牆上面 就是洪耀福他說要拿15縣市 曾永泉說要搶12縣市 12加15等於27 可是台灣只有20個縣市 顯然一定要搞喜樂島 而且要搞7個喜樂島 否則的話你想想看 另外那7個縣市去哪裡搶 去哪裡伸出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韓國瑜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典型的 一個2.0版的這個政治人物 這個2.0版的政治人物 他是刀兵不入刀槍不入的人 所以你抹紅他 抹黃抹黑都無效 那換句話說 接下來奧布 我們講黃俊英 吳敦義都被奧布過 而且都被奧布得非常成功 可以說是一舉就把它擠垮 可是要怎麼樣奧布韓國瑜 我認為要注意 就是非典型的奧布方法 這個非典型的奧布方法 可能是在未來的30多天之內會出現 但是有沒有效不知道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喜樂島 喜樂島的事情我認為 民進黨當局這樣的一個處理 一南一北 剛剛有人說唱賀 有人說這個什麼樣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說 這個劇本是美國人在寫 AIT的政治組不是吃素的 這個劇本就是說 劇本寫出來之後 民進黨當局執政者 你本身你要配合那個劇本演出 所以這個一南一北的這種唱賀的方式 運作的方式我認為並不是民進黨執政者 一方單方面可以去完成的 那所以現階段我覺得島內的這個形勢 非常有趣非常複雜 可是也非常緊張 很有可能一夕之間就變成一個世紀之變 這個世紀之變就會改變台灣未來的前途 改變兩岸未來的前途 所以我們要非常謹慎 台灣的選民他的情緒是很像青少年的 就成年人是這樣子 他的情緒是這樣子 可是青少年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生活在台灣 大家都會有一個共識 就是選民真的可以 因為一個很小的事情 24小時選舉就變盤了 過去太多 所以才會有奧布的這個空間 才會有很多情緒的操縱的一種小小你撥動選民心裡面的那一根弦 他就會這樣上下跳動 那剛剛豐哥講說這個喜樂島背後的劇本是美國人寫的 美國人很忙 美國人忙著要控訴中國大陸你操縱我們的選舉 可是他整天來弄台灣的選舉 然後整天要去對付中國大陸 美國對付中國大陸的劇本 大概有這麼厚 厚厚一跌 每個地方WTO貿易戰 科技戰 金融戰 你看 美國一直在指控說 你啊 你中國大陸你操縱匯率 是不是我們要把你列入匯率操縱國 美國誰啊 美國誰啊 憑什麼他說別人操縱匯率 就操縱匯率 他自己都不遵守WTO的規則 本來全世界每個國家 有任何貿易上的 金融上的問題 就是去找聯合的組織 去找 找會員組織嘛 美國說了算喔 美國商務部長羅斯說 任何談判都會有起伏 我跟跟大陸的貿易談判 我們現在不談了 因為你高通案有政治動機 然後呢 反正各種談判都有起伏 有中斷 還有更多的積極時期 現在我們跟中國大陸沒什麼好談呢 可是呢 匯率這件事情 美國財政部長也說話 你看一個商務部長說話 一個財政部長說話 他說一直一直在指責說 大陸是匯率操縱國 連川普都在指責 可是10月17號 美國的財政部就公佈了 美國主要的貿易夥伴 中國大陸 日本 南韓 印度 德國 瑞士 繼續留在觀察名單裡面 說我繼續觀察喔 看你們是不是操縱國 那臺灣也本來也在這個操縱裡面 現在已經從觀察名單除名了 所以沒有任何國家有任何證據 可以被證明說他在操縱匯率 但其實全世界真正操縱匯率得心應手的 不就是美國 你你嗎 全世界每個國家的匯率都要看你 美元的臉色不就是嗎 這個是指控的 然後另外呢 連油資你即包裹這件事 美國都要拿來對付中國大陸 美國總統川普說 已經有一百四四年歷史的 萬國郵政聯盟 以犧牲美國企業的利益 為代價 加匯中國跟其他國家 從北京即包裹到紐約 比舊金山即到美國東岸城市 還要便宜老大說話了 美國的官員趕快說話 說郵政協議被類鴉片的止痛劑的賣家 用來從中國出貨到美國 你看這個是指控你佔了好處 這指控你犯罪 然後美國全國製造商協會 說在電子商務時代 跟中國製造業稱霸的時候 現在有郵政協議 已經落伍 你看老大官員商人都出來嗆聲 所以美國不滿你全世界的郵政協議 覺得我吃虧了 所以我要退出來了 洪威你怎麼看 其實這個因為美國事實上 因為他非常勢力非常大 所以他事實上他在操縱人家 過去二十幾年 臺灣一直在這個陰影下面 那反正每一次呢 就非常就批批刷看美國 他的這個匯率這個操縱 有沒有把我們列在裡面 其他國家也是如此 或者我們有沒有列為三零一的 這個條款的報復名單裡面 大家都是這樣非常害怕美國 所以現在當美國他要這個對中國大陸起開 就開啟了一個貿易戰的時候 他當然會用這些工具 那我覺得他這次最新的工具 就是有關於郵政的這個外國聯盟 他現在說他要退出 他退出 然後事實上就是要抵制中國大陸 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這一連串事實上這是美國的一個大的戰略 美國最大的戰略就是他現在只是不是用核武戰或者是打軍事戰 而是在政治上面的經濟上面的外交上面的去壓抑中國大陸 然後講的就是什麼事情都是說這個中國大陸沒有按照這個遊戲規則 或者中國大陸這個佔了美國人多少便宜 美國永遠兩套標準 我只問一件事情 最近世界上發生一個我認為在是今天動地的事情 因為我自己媒體出身 沙烏地阿拉伯的記者走進了 位於土耳其的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大使館 進去之後慘遭肢解 就是把殺害活生生的肢解 現在還傳出有一個七分鐘的錄音帶 在裡面踢到他的哀嚎聲 請問一下到現在為止 你川普坑了一聲沒有 你不是最終是人權的嗎 你最終是言論自由的嗎 一個記者走進大使館 不但從人間蒸發 而且出現肢解這樣的這種慘絕人寰的事情 請問你美國人有坑一聲嗎 所以你永遠兩套標準 你現在對付中國大陸 你講了再多的理由 只是你在大的戰略上面 你現在要壓抑中國大陸 所以你講的這一線 老實說這些遊戲規則 都是你美國人定的 不要跟我講什麼公平貿易 美國人最不公平最不正義 我們一定要找出事情的真相 這個他他指責嘛 指責說你中國大陸 你連記郵包你都佔盡便宜 我們來看報紙上怎麼寫 白宮今天在聲明中表示 國務院將通知UPU 美國會啟動為期一年的退出程序 UPU就是萬國郵政聯盟 我已經正式要推出了 然後USPS他報告 就是美國的美國的郵局說 一份重大概兩公斤的小包裹 你看從中國這麼遠 寄到美國的郵費 只要最高價格 因為那個萬國郵政聯盟 他要在1969年他成立的時候 他對開發中國家 要給他一點優惠要扶持嘛 這很公平啊 那所以說從美國寄到 從中國大陸寄到美國 最貴喔 最貴只要五美元喔 哇 只要五美元 那同樣重量的類類似的包裹 在美國從西岸的洛杉磯 寄到東岸的紐約 價格要高達兩倍到四倍 哇 人神共憤啊 這麼遠寄到九五美元 所以我今天我就拜託 我在美國的朋友 跟我住在大陸的朋友 幫我立刻去查在大陸 他們從大陸的郵政查 一公斤的包裹 因為找不到兩公斤 我們都用一公斤 一公斤的包裹 從福州 福建的福州 寄到美國舊金山 用航空 航空比較貴嘛 我們從台灣寄也是一樣 航空比較貴 要一百五十八塊人民幣 加通關院收是八十 是十六塊 那水運呢就比較便宜 海運比較便宜 八十三塊 驗收十六塊 那你如果說是用水運的話 只要要一百塊人民幣 等於五百塊 差不多快五百塊台幣 等於差不多是十三塊錢 十四 十四塊錢美金 十三塊多 十四塊錢美金 怎麼會是五五塊錢 十六塊美金 十六塊美金 怎麼會是五塊錢美金 好 假設我們十六塊好了 這還是水運喔 你如果是空運的話 那更貴喔 空運更貴喔 可以等於說十六塊到二十幾塊喔 好 那美國呢 這是拍照 美國的郵局 七塊二 最便宜的 你如果是 overnight 就是隔天到達的話 大概是二三十塊左右 你這個大概三天就到了很快 禮拜一季 禮拜三道 七 七塊二 他說是二到四倍 幾十塊 這個是七塊多 這個十六塊 從中國大陸寄到美國 明明就比較貴嘛 我不懂 到底是我查錯了 還是人家說謊 事實在這裡 大家上網去google 上網去查 從中國大陸寄到美國 是不是水運八十三塊 加驗收通關 空運是不是一百五十八 加什麼 如果你是寄UPS 或者是寄那個快捷快地的話 那更貴 那大概兩三百塊錢人民幣 怎麼會這樣子 Hanny 美國國務院放假消息 蔡英文要打假新聞 要不要先打一下自己的老大哥 我這查都是真實的資料啊 這個美國呢 既退出了這個巴黎氣候協定 還有聯合國教科文教組織 川普他的退群跟孤僻之路 還在持續進行當中 退出了萬國聯盟 顯示第一個 就他自認為的美國優先 完全無視於國際的規則 和多邊的世界治理規則 以及第二 這當然也是川普 對中國大陸下手的一個 組合權之一 萬國郵政呢 其實目前有一百九十二個成員的國家 是聯合國的專門機構 那麼從一九六九年開始 就已經規定了 說專門針對貧窮的國家 還有未開發跟已開發的國家 他們在寄送到 未開發跟開發中的國家 寄送到已開發的國家 他的運費 郵費都會比較低廉 這是早就好的規定 所以你美國有意見 你怎麼早不有意見 晚不有意見 偏偏要現在有意見呢 因為這是本來就好的規定 好了 那麼這當然我們就可以聯想到 蔡英文讓我們成為一個 已開發國家 其實是多麼的 喪權入台的一件事情 那麼川普認為啊 他們自己的這個郵費 跟自己的企業 就相對於大陸送過來的這個郵費 還要低了 所以美國自己本土企業就吃虧了 但我們來想一想 就不論數據是怎麼樣 如果真的如同他所說的 大陸寄一個東西 比美國本土自己寄一個東西還要貴 你應該檢討的是美國自己吧 應該檢討是為什麼 美國你們的這個運費也好啊 你們自己的這個航空 或者船運或者是陸運 為什麼會比外國寄過去 還要來的貴呢 好 第二個 那當美國自己取消了這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最後是誰受害 是美國自己的消費者受害啊 因為表示美國沒有辦法 買到更便宜的大陸進口的東西 好 所以當川普拿這件事情來開刀的時候 他沒有懲罰到誰 為什麼 因為如果大陸的東西就是好 就是便宜 其實也不會差那幾塊的運費 而表示什麼 表示美國的東西自己本身太貴了 也表示美國自己導 自己國內的運輸成本實在太高了 是美國自己要檢討的 而這件事情上 其實更加讓全世界都看清到美國的嘴臉 就他說破壞國際規則 就破壞國際規則 外委員 明明美國就是要退出 外國郵政聯盟這聯合國的組織 可是我查到的資訊跟他所講的完全不一樣 美國要退出 退出這個萬國郵政聯盟 退出聯合國的教科委的組織 其實這只是看到只是一個手段 就像美中的貿易戰也是一樣 這我覺得目的是什麼 他怕中國大陸要挑戰他的世界強權的這個地位 你看當有人碰現在現階段 你看你只要碰到三樣東西 他就一定去打你 當歐洲歐元可以再用 歐元去買石油的時候 他就打歐盟 當人民幣可以去換去買油 買中東的油的時候 他就要打你 道理就這麼簡單 你看美國在中東 他的油是主導權 一定要控制他的手上 誰要挑戰我就打誰 誰要挑戰美元的地位 我就要打誰 現在誰要挑戰我軍事強權的地位 對不起我就要打誰 那現在在全世界 誰可以挑戰美國這個地位呢 就是中國大陸 我們光從一樣東西來看GDP 美國的GDP大概是20兆美金 日本五兆多不到六兆 中國大陸13兆 唯一日後可以跟著搶老大 現在美國是老大嘛 中國是老二 我不打老二 我要去打誰呢 道理就那麼簡單 所以你看啊 當我剛才講歐元跟人民幣 可以去買油的時候 美國就倆工了 因為你挑戰我老大的地位 美國在中東意思啊 巴勒威的時代是啊 扶一派打一派嘛 拉賓也是扶一派打一派 這個IS也是一樣 統統是一樣 這個邏輯大家要看懂 因為中國大陸大陸崛起 當中國大陸講 2025中國製造的時候 美國倆工了 當我搞一帶一路要挑戰 我要把歐亞洲 歐洲亞洲 非洲我要去結合的時候 美國就倆工了 所以美國這個只是 為什麼幾年前他不在意這個東西 為什麼這個 金毛蒜皮他要在意 因為你大陸 大陸的崛起 所以中國大陸也要看通 這樣子一個邏輯 這個邏輯就是帝國主義的邏輯 就是我是帝國的王 你們都是我要被我奴役的民 現在只是21世紀 那個帝國主義的邏輯 是從槍桿子變成是用經濟侵略的方式 永遠都是我做主 好 那這個為什麼會影響到我們 因為它方方面面都影響台灣 在實質意義上來講 台灣今天其實是美國跟日本的殖民地 我們強烈的被美國跟日本 他們本身的利害所載制 很多台灣的執政的人 他做的事情不是為台灣好 是為了美國好 不是很奇怪嗎 台灣不是民選的嗎 那怎麼會蔡英文政府 怎麼會偷偷摸摸 跑到WTO去 然後被美國的副貿易代表 宣佈說台灣自願上了斷頭台 願意從開發中變成已開發 我們是從美國人的嘴巴裡面 聽到這件事情 怎麼會有這麼可恥的事情 好 今天在10月9號 立法院的總質詢 賴士寶說 台美此時的關係是最好的時刻 你幹嘛不要求美國 直接承認中華民國 直接跟我國建交呢 行政院長賴清德說 這個意見很好 我會傳達給美國 可以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結果馬曉光 國台辦發言人說 我感到這是一個做夢的人 說的夢話 對於夢話大概不值得進一步評論 除了這個事情之外 他還說最近台獨有很多人 在網路上一直講一直謠傳 一直說 現在台灣人到北京啊 入出境的時候 不管是入出境的公務人員 還是安檢人員 或者衛生檢疫 都已經改稱台灣居民 而不再稱台灣同胞了 是不是國台辦 或大陸這邊有下公文 改名稱 馬曉光說 台灣居民 台灣同胞 台灣民眾 都是我們會使用的 任何一個事情都會風吹草動 但是我們還是要來看事實 這個是我的台胞證 我還沒有去換成卡式的 我比較喜歡紙本的感覺 這比較不會丟 他的台胞證其實就是 台灣居民來往大陸通行證 本來就是台灣居民 而每一個拿這個台胞證 進大陸的人呢 就算你是獨派好了 他裡面只有兩個通道 入境大陸的時候 一個叫外國 外國人通道 一個叫中國公民通道 請問你 你自以為你是外國人 你走那個外國人通道 你走走看 我就不信你入得了境 這不整個很奇怪嗎 美國他運用台灣 要來對付中國大陸 運用到極致 整個台灣所有的人都被他教育成 我們就不是中國人了嗎 其實不是美國教育我們 是從李登輝開始慢慢慢慢慢慢 教育我們說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整個歷史透過杜振盛當教育部長 透過同學院慢慢慢慢變成這個樣子 可是台獨不是背後很多力量是美國 台獨有日本派的台獨 有美國派的台獨不是嗎 日本派的台獨跟美國派的台獨是自己本身民間的團體 所以對對美國來講 台灣維持這樣子對他最有利 他可以利用他隨時可以利用台灣來牽制大陸 包括在太平洋防線裡面 日本跟台灣是一條線不會直接進入美國 所以我支持會員的看法 說我們要去思考任何國家全世界的佈局 都是以國家的利益為優先 我說過台灣本來我們中華民國本來是聯合國 常任理事國 為什麼會出來 是美國把我們搞出來的 美國那時候誰 尼克森 尼克森最反共了 這麼反共的價值意識形態 可是為了他國家的利益 為了他們人民不要陷入夜戰的泥鬧 為了國家的利益 他可以撇開意識形態 為了國家 讓台灣 中華民國 常任理事國 退出聯合國 所以一個國家的領導人要思考 為了台灣的利益 你要靈活的爭斷 不是 你當領導人以後 為了自己的意識形態 讓台灣送斷頭台 讓台灣在全世界裡面 又要買更多的美國的武器 讓美國的 有問題的豬肉 什麼這些有瘦弱性豬肉也要進來吃 那因為要日本的幫忙 所以日本的核實要進來 就是領導人 你為了你自己的價值意識形態 致臺灣人的利益於不顧 尼克森多反共去採查 可是為了美國的利益 他犧牲臺灣 讓中華 讓大陸進入聯合國 對不對 所以領導人一定要注意 人民的利益 國家的利益 又於你的價值形態 在聯合國裡面 中國的席次 名稱仍然叫做中華民國 但是代表人已經不再從台北派出去 而是由北京繼承了當年 這樣的席次 但是中國仍然是常任理事國 李登輝兩國論是台獨1.0 陳水扁一邊一國是台獨2.0 蔡英文的所謂中華民國台灣 是台獨3.0 他是借殼上市啊 所以國族認同怎麼可能趨於統一呢 怎麼會趨於一致呢 台灣怎麼可能大家會有共識呢 董哥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美國 他現在在11月6號之前的旗中選舉 他的手段還會層出不窮 針對中國嗎 針對中國 而且用台灣來當棋子 你先看喔 中國大陸他在這一次裡面 他這個問題浮現以後 他內部其實很多人很反感 對於這個國際郵政的事情 為什麼 他認為說你現在美國就 等於說一步一步都是用這種東西來醜化 不是真的 那他覺得說你是想在國際上孤立我們 然後再聯合其他人 但是李克強這兩天在荷蘭 歐洲的荷蘭他拿到了100億的訂單 荷蘭要跟中國大陸合作 他認為這個最大的市場我們不能忘記 合作什麼呢 就是電池 大家知道將來 汽車是沒有人駕駛的 但汽車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 除了那個無人駕駛的這個AI這些東西之外 它最主要就是電池 你的續航力多少 那電池下來你就不會污染 它造成的效果是這樣 所以這個在兩個國家來講 他都認為說是最大的一步 但是現在美國一直跟周遭的人 中國大陸都壞 那他營造的是怎麼樣 11月6號 這場其中選舉 這場選舉現在川普一直 他一直有一些因素對他不利 譬如說大法官 是不是性騷擾怎麼還可以通過 譬如華盛頓郵報的記者 被人家活活的肢解了 你為什麼沒有做一些動作 這些東西對他都有一些不可測 所以他現在把中國大陸 形塑成一個最主要的敵人 過去五十年 美國都把蘇聯塑造成最可怕的敵人 然後編很多故事 後來故事編完了以後 就開始編到中東 中東你看伊朗 伊朗有那種毀滅性的武器 就把它幹掉了 幹掉以後找了前伊朗找不到 現在伊拉克 伊拉克 他有承認說 對不起我們那個情報是錯誤的 已經滅掉一個國家了 然後說 I'm sorry 那現在他的對象就是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 眼看好像會越來越強 所以他現在用這種方式 來操縱他的選舉 但是其實我們都看得很清楚 所有這些喊來喊去的東西 選舉以後就會不一樣 但是我們台灣身處其中 你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你今天看到蔡政府很多動作 然後就變得非常荒唐非常可笑 然後配合他的那些媒體 所以我們如果身處其中 自己反而要更冷靜 那但是因為這個政府 他現在也在評選舉 美國是11月6號 我們是11月24 那他現在看到了是怎麼樣 是選舉可能會對他不利啊 對不對 那不利的話我蔡英文主席就要下台的話 我就不能操控民進黨中央黨部 就不能操控下一屆 誰來擔任民進黨的總統提名人 所以對他來講是有影響的 所以在民進黨裡面這些都很奇怪 林佳龍險情很危急 大家都知道啊 可是林佳龍如果再次當選 林佳龍就是2020年賴清德的最大對手 每個人都知道啊 那你賴清德你現在怎麼辦 所以你在民進黨裡面看到所有抽中複雜 他裡面又有這選舉 那這一東西就變成很奧妙 奧妙裡面有人又出來了 喜樂島 喜樂島我走最勝利的台獨 我有陳水扁有李登輝 哇你要不要跟 你不跟的話 這些人可能就跟時代力量 跟社會民主黨區了 那只好怎麼樣 只好我們辦一個很類似的 叫做反兵頓 對不對 我們怕人家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在高雄辦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整個 不管美國不管台灣 所有人想的都是嫌棘 誰會顧到老百姓 誰會顧到 有一個75歲的老太太 昨天拿榔頭把老公把它敲死 因為你的長照 只會喊不會做 你讓他也成為一個嚴重的受害人 他的老公他已經照顧到心力交瘁了 有人去考慮這些嗎 沒有 因為沒有票的事情 你不能要我去想 這是政客的邏輯 不管在美國跟在台灣一樣 民主政治它有天生的雷區 地雷區 要真的要成長一個完美的 或很好的民主 那可能經過幾百年 我們現在人類還沒有看到 一個美好的民主 所以每一步都其實是非常的艱困 要小心 那剛剛董哥也講了 為什麼我們從一開始從選舉 然後突然間開始講到 美國什麼對付中國大陸 因為美國什麼對付中國大陸 就牽涉到台灣的選舉 牽涉到美國的選舉 然後又牽涉到台灣的台獨 為什麼底氣好像很濃 因為他覺得背後有美國爸爸 可是台灣人的心情 台灣人的認同感情 是不是已經有真正的一個微妙的 而且有意義的變化 我們來看看最新的公佈的一個 台灣競爭力論壇的民調 他是委託艾普羅 因為台灣競爭力論壇 他是一個有自己意識形態 比較偏南的一個論壇 但是做民調的不是他 做民調是艾普羅 是台灣長期做民調的一個公司 他調查台灣人他的國族認同 到底有什麼樣的變化 87.3的民眾認同自己是 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比上半年還高喔 然後有只有6.8的民眾 否認自己是中華民族 你要知道台灣大概有3%是外配 可能是多半是從東南亞來台灣結婚的 然後有一部分是原住民 然後87%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一份子 請問您認為自己是不是中國人 58.3%已經過半喔 上一次調查比這次低喔 所以才半年而已 已經有增長了 有58.3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已經快要六成了 36.6的人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 這個大概就綠的基本盤 好再來法理上我們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現實上我們是生活在台灣的台灣人 請問您個人認為台灣人 跟中國人的關係是什麼 64.9幾乎是65%的人 認為犯中國人這個認同 我覺得我可以同意 29.5的人說我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所以你看這個數字跟這個數字很接近 大概台灣真正覺得我就是綠的 我覺得台獨的人大概就是三成上下 然後面對大陸的發展 請問你覺得台灣人跟中國人 應該用怎麼樣的一種關係 能夠確保台灣利益 又能有利於兩岸和平發展 七成的人認為犯中國人認同是好的 好不論統獨立場的這個狀況下 如果兩岸已經沒有辦法維持現狀了 現狀沒有了維持不下去了 那你認為台灣獨立或者是兩岸統一 哪一種選擇未來會比較可能 就不管你高興不高興 你覺得比較可能會台獨 還是比較可能會統一呢 61.5的人認為將來兩岸會統一 不管我高不高興 61.5的人認為將來會統一 22.5的人認為會獨立 所以你知道嗎 即使是這邊要認為說我不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而且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還是有只有22.5的人覺得台獨會成功 好那如果兩岸已經不能夠維持現狀 你覺得哪一種是和平統一對台灣比較好 還是台獨對台灣比較好 61.5跟這個一樣 61.5的人認為和平統一對台灣比較好 27.1的人認為台獨對台灣比較好 如果台灣真的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執政的人你可以忽視這麼明確的 用英文來講叫做Lens Line 已經是壓倒性的一個民意 希望兩岸將來走向統一 而且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楓哥 我想同樣這個民調換一換內容 同樣的題目 可是內容文字換一換 你如果在首爾 甚至於在平壤你做一做 我認為那個數字是不一樣的 可能是你就是之前你說的Lens Line 那個Lens Line可能是百分之九十九 九點九的人認為我是朝鮮人 認為不是朝鮮人 可能只有百分之零點零一啊 那就是說台灣的國族認同 雖然有進步 可是我認為還是有將近百分之二十幾 三十幾的人 他是分裂人格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認為剛剛馬曉光講的非常對 就是說這個賴清德是在講夢話 可是呢我看這個賴士堡委員 在質詢賴清德的時候 賴士堡是眉頭緊鎖 但是賴清德卻是一副淡定 那這代表什麼呢 就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啊 他所謂的務實台獨工作 就是把中華民國借殼上市 可這個借殼上市的中華民國 他不叫中華民國 他叫中華民國台灣 他不叫中華民國 那所以當台灣的經濟 從一九八八年一直到現在二零一八年 三十年空轉沒有沒有進步 可是台獨是進化 現在是三點零 現在是三點零 李登輝兩國論是台獨一點零 陳水扁一邊一國是台獨二點零 蔡英文的所謂中華民國台灣 是台獨三點零 他是借殼上市啊 所以國族認同怎麼可能趨於統一呢 怎麼會趨於一致呢 台灣怎麼可能大家會有共識呢 我們不停的操弄 不停的撕離 而其結果只是限制住台灣的發展 我要特別提醒大家 不要小看喜樂島的 或者是民進黨現在搞的 所謂的反併婚遊行 事實上他要著急 要重新的操弄 只是因為我覺得他也有在觀察 這些相關的民調 他要把這個情緒 再把它升高出來 而這些升高或者這些操弄 不是為了台灣的好 而是為了他們自己 個人的政治利益跟選票利益 所以我覺得台灣沒有進步 一直在原地打轉的原因 就是台獨的人他一直在進化 進化他的思維 進化他的說法 他的論述的方式 但是在島內的一些藍營的勢力的人 他沒有辦法去跟 去跟這樣的不斷進化的一些 台獨思維做一些鬥爭 所以我覺得呢 現階段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關心中華民族未來的前途 我們關心中國文化 在台灣要繼續發展下去的人 就要有一個使命感 就是說要怎麼樣肩負起這樣的一個任務 讓中華民族的這個根苗 在台灣能夠茁壯 不斷的茁壯 那這樣的國族認同 他的進步是因為民進黨當局 過去兩年半的倒行逆施 但是如果他不倒行逆施 難道我們就躺著躺著幹嗎 我們不能說因為他倒行逆施 我們就雀躍就欣喜 然後就無所就可以無為而至 這樣子的一個國族認同 在台灣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人 比上次高了 這葉文打拳有一點點欣慰 因為我們不斷的在節目講 我們就是中國人 很多人善效 很多人不解 很多人那種各種各樣羞辱我的 各種言語 我日日夜都要接受 但是這樣的認同 數字在這裡 漢婷 台灣為什麼這二十年來沒有辦法進步 就是很多人拖住了我們 讓我們不能夠去走台灣應該走的路 這很明顯很明確 台灣如果不趕快跟大陸整合在一起 台灣就沒有未來 因為其實像民進黨他的這種 煽動式跟挑撥式的語言 像剛才林佳龍所說 住在台灣為什麼要懂長江黃河 其實也不奇怪 因為我們有讀書 所以我們認識大陸的一些地理 我也背得說台灣的前十名的河流 著高但真假 渡安秀北北 那麼其實就是念不念書的問題 它並不是一個什麼對立性的問題 說台灣有主體性 但是中國大陸更有包容性 能夠容納百川 因為我們對於中國的認同 為什麼民調會這麼高 它不是一個純粹局限於地理性的 而是文化性的 就好像海南島的人 可能也沒有見過長江黃河 或者你是在梁廣雲桂高原的人 但是你也沒有見過長城 但是在當地的人也會覺得 長城是屬於中國文明偉大的一個驕傲 這是因為我們的認同是文化性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 南宋的詩人叫陸游 他寫過很多的詩 就是什麼 這些詩詞 我們現在聽起來覺得很正常 但是他在南宋的那個年代 我們剛剛講到的那些地 什麼天山、蒼州、遼陽、樹輪台 那些都是早在唐朝安始之亂的時候 就已經失去的故土 那為什麼我們還會覺得 或陸游還會覺得 那是他的土地 正是因為我們想有共同的語言 共同的文字 我們能覺得自己是同一個國家 而這個國家 就是文化上的中國 我覺得 不只是文化上的中國 不只是血統上的中國 我們更是歷史上的中國 而且我們是法理上的中國 這兩個人都給我滾 你沒有資格給我 這兩個人 你沒有資格做中華民國的官員 在法理上 中華民國就是中國 可是國家現在分裂中 我們生活在台灣 有台灣的主體性嗎 你一個 除非你台獨建國 不然你不要跟我講主體性 只有國家才有主體性 台獨建國了嗎 我們只有中國的主體性 現在中國限於分裂 這是我們現在在法律上的邏輯 林家龍你給我搞清楚再講 我們住在台灣為什麼不可以有 對長江黃河的感情 我住在台北為什麼不能夠 對墾丁有感情 住在台灣的人為什麼不可以 對金門有感情 如果林家龍你的邏輯是對的 那東西德根本就不會要統一 人家現在已經統一多少年了 南北越也統一多少年 現在南北韓也往統一的路走 所以林家龍賴清德還灌下來 不要說東西德 包含南北韓 即便是對峙還是供飲漢江水 而且還要共組這個隊伍去參加奧運 那所以台灣其實在內部一直在有國族認同 那這個國族認同事實上贖令自知 是很多的政治人物因為他的選票利益 不停的操操縱不停的撕裂 結果造成的傷害是我們自己台灣人的傷害 最近那個王永慶先生大家都知道 他是台灣的經營之神 那在他的追思的時候 他的女兒說王永慶最大的痛 就是當年李登輝借急用人 而限制住了台速的發展 不是嗎 所以借急用人不是只有對王永慶 對台灣多少企業你綁住他們的手腳 他們本來可以更有競爭力 他們本來可以更有發展性 而不只是在經濟上的 我們現在胡搞瞎搞要在搞什麼 東澳證明 我們已經講了非常多次 台灣有很多的選手 他們可以在國際的這個舞台上發光發熱 結果你一個東澳證明搞下來 台中的東亞輕運沒有了 那麼東澳證明未來會不會使得我們的選手 未來參加奧運業出現問題 我們不停的操弄不停的撕裂 而其結果只是限制住台灣的發展 我要特別提醒大家 不要小看喜樂島的或者是民進黨 現在搞的所謂的反併吞遊行 事實上他要召起要重新的操弄 只是因為我覺得他也有在觀察這些相關的民調 他要把這個情緒再把它升高出來 而這些升高或者這些操弄 不是為了台灣的好 而是為了他們自己個人的政治利益跟選票利益 他們兩個動作就是喜樂島 然後再加上東澳證明 然後這些台獨的活動 就是我們節目講很久了 就是洗血統 洗意識 讓你覺得是你不是中國人嗎 林佳龍說沒有黃河沒有長江 天到晚想那個翠魚白菜 是啊 翠魚白菜就是從中國來從黃河來的 但是民進黨那時候最崇拜的蔣衛水 衛水就是黃河的支流啊 是不是 我剛剛講趙長江 趙永青的爸爸 他長江 黃河都在這裡面啊 對不對 你知道 他們現在找楊翠代理 對不對 楊翠 促轉會 促轉會的主委 楊翠的主婦楊葵 他為什麼叫楊葵 因為他非常崇拜梁山伯的好漢 黑鹹龍李葵 李葵英勇 坦率 而且很孝順 他就把名字改成楊葵啊 每個人你的協議 你的意識 你的文化裡面 他都是中國嘛 但是他們洗二澡就想說 我們把它洗掉 讓大家遺忘了這一塊 一個人遺忘了過去 遺忘了祖先 那你還剩下什麼 所以這是他們的企圖嘛 那我們今天看到 他把這東西用在選舉裡面 然後影響到我們 東澳這名影響到選手 你今天看到這些選手多可憐 他們到亞運比賽 每天晚上住一千五百塊 我們的官員一天住一萬八千塊 張景森還有教育部長的秘書 他們住一萬八千塊 他們去幹嘛啊 把錢省下來給選手住啊 是 去考察 而且用的是運動的基金啊 好 那你考察可以 怎麼會那麼可恥啊 請慧鴻太在這裡請立法院 叫他們交出考察報告啊 對不對 官員去考察要有報告啊 拿出來給大家比方啊 給大家沾仰 看你考察到什麼不得了的觀點 可以改善我們國家的運動品質啊 民進黨現在到了選情不好的時候 又要去擁抱獨派 如果民進黨還是腦袋只是擁抱獨派 要靠著美國人去搞台灣獨立的話 其實台灣的命運會很悲慘 貝委員你從金融的角度 財經的角度 你看到台灣人的國族認同 你不會覺得很令人惋醒 台灣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個節目談的 就是國族的認同 任何國家哪有說族群之間 還有說我是中國人 你不是中國人 就像韓國 這個問題在韓國 在日本 不會覺得不是問題嗎 台灣就內耗在這裡 但是可喜的 你這個節目長期我們來看 艾普羅座的民調 去年前年跟今年 就在改變中 以前在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民進黨可以用國族認同去奪取政權 當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你看那個獨派的聲量就很大 反觀到你現在 照理說民進黨現在執政了 應該獨派的聲量會越來旺盛 可是不是 當然我覺得中間的選民 大家還看到這是國家的隱憂 國家的競爭力就在這個地方消失了 大家就勇於內鬥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當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像之前像你這種節目這樣做 我們就把告訴大家老百姓 我們台灣最大的問題是這個 民進黨執政的那麼爛 所以相對的 你看現在獨派的聲音慢慢在下 民進黨現在到了選情不好的時候 這個節目我們在討論快兩個小時 不好的時候 又要去擁抱獨派 如果民進黨還是腦袋子擁抱獨派 要靠著美國人去搞台灣獨立的話 其實台灣的命運會很悲慘 很悲慘就是台灣獨立永遠不會成功 可是你可能會引來戰爭 美國會很高興 當然如果不打仗也很好 他就賣武器 小小的戰爭規模他也很愉快 還是賣武器 那戰場在台灣你要怎麼辦 我們台灣人當然是中國人 我相信是民進黨當權者看到這個民調 才會要求他的公職人員不要去參加喜樂島遊行 因為喜樂島遊行有公投 那根據這個民調的話 那公投就統一了 對不對 其實長期以來 撕裂子族群是最好的怎麼樣 最好的選舉 我台獨可以讓我從軍議裡面放出來 對我台獨可以爸爸會就位 台獨可以賺很多鈔票 可以當選很多票 所以撕裂族群他怎麼撕裂族群 民進黨當時的策異是什麼 醜化中國 中國很落後 中國人品質很差 對不對 所以所以你不會想跟他同 對不對 再來營造一個 支持台獨就是愛台灣 支持統一就是賣台 這是非常惡劣的 我曾經在那個綠媒裡面講說 支持統一跟支持獨立 都是中性的 你要客觀地提出來說 統一對台灣好 還是台獨對台灣好 對不對 我講完以後 從此不找我 我說我們不應該先把人家設定說 我台獨就是愛台 統一就是賣台 台灣這二十年來 統派的被講成賣台 是不是這樣子 可是現在 現在越來越多人 長期被講賣台 所以現在慢慢回歸來說 統一也可以是愛台 台獨也可以是愛台 因為有人認為統一對台灣有利 有人認為獨立對台灣有利 回北克要獨立對不對 沒有人說他獨立就是愛 只要開北克 統派的就是出賣開北克 沒有 後來沒有成功 開北克還是這樣拿到領獨 我們要用胸襟來看事情 但根據這個長期的民調 我們發現台灣的人認為 將來必定統一 而且將來統一對台灣比較好 那我要加一句 越早統一對台灣越好 拖越久台灣就沒有任何籌碼 這才是愛台灣 謝謝 他先去事業做的時候 之前是中國人做的 謝謝